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城表演 很多朋友都覺得童軍是男生的專利 其實不是的 好像在北美洲有很多很活躍的女童軍 而且他們的活動絕不支持男生 今天很開心請到溫哥華女童軍 第八女的一些朋友來和我們見面 好了 介紹一下我身邊的女童軍 在我身邊就有他們的童軍領袖 Clara 你好 我第一次帶了兩個小女童軍 有Karen和Emma 你好 不如我先問Clara 其實我知道溫哥華女童童軍 都是屬於Basey省的Basey Council 其實這個組織 是否跟全世界的女童軍組織有關係 是的 其實女童軍是一百年前 在愛賓堡著士在英國成立的 在加拿大 加拿大女童軍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而我們溫哥華第八女女童軍 是在1988年 由林一女士和減永三女士成立的 她說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其實我知道女童軍都分很多不同的組別 因為很小時候就可以開始 那幾歲可以開始 即是小朋友可以參加女童軍 五歲就可以開始參加 是 有沒有分析甚麼組別 我只知道是BROWNIE 其實你們是怎樣分析的 他們就很小的時候很可愛 四五歲 五歲開始 五歲開始 五歲和六歲就是BROWNIE 七歲到八歲就是BROWNIE 大家都知道他們通常穿一些 橙色或者啡色的穿衣服 然後就是九至十一歲 另外就是Emma和Terence他們的組別 他們就是Guid 然後我們就是Packfinder Packfinder大了一點 他們是從十二到十五歲的 哦 OK 那就是十五歲之後 好像你自己本身那樣 怎麼辦呢 是否沒得玩呢 十五歲到十七歲 他們就開始做一個叫Rangers 就是好像Junior Leader 就是協助我們這些領袖 去帶領一些女生 到十七歲或以上 就可以做好像我這樣做領袖 那就是十七歲以上 就可以一路可以幫 就是叫做領導那些小女童軍 一路可以做到幾歲都可以 嗯 我們有些百歲都正在做的 哇 十四個女童軍 那不如跟兩個小朋友聊一下 那你是Emma 你是Karen Karen 你是Karen 那你自己呢 為什麼會參加女童軍 我六歲了 我加入了 我加入了 因為我想學煮東西 去Camping會好玩 嗯 那你結果有沒有學到煮東西呢 好沒有玩呢 煮東西 有 那你最喜歡去做女童軍什麼活動 是否去Camping 是啊 為什麼 很辛苦 在外面 又沒有屋住 又要自己組裝 不覺得很辛苦 和朋友玩 很開心 是吧 好了 那我跟Emma聊天 Emma說國語 Emma你好 好 你自己為什麼會參加女童軍呢 是媽媽爸爸叫你去的吧 嗯 不是 是我看到我姊姊去了嘛 所以我就看到她 不是去很多好玩的 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嘛 所以我也想 嗯 我也想去 那你覺得最好玩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是不同的位置的Sleepover 是我們前幾天 我們剛去過一個叫Panetarium的一個位置 哦 在那邊過夜 是 有什麼活動呢 晚上 我們在晚上呢 有一個男人 就帶我們去看一個東西 就上面看起來 真正的心情 她不是 然後她就跟你講 怎麼看誰 什麼心情的人 哇 那很好玩喔 可以不用去家睡覺 朋友一起玩 還蠻有意思的 嗯 那我跟她呢 她又說 好像她們這些 這樣的小朋友呢 其實參加女童軍 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即是你一定要多高 多大 或者是要考試 其實參加女童軍 就一點要求都沒有 嗯 我們很鼓勵 就是希望 所有不同的女生 都可以接觸到這個活動 嗯 那她們好像Emma 和Karen 她們很少過五歲 六歲就開始參加了 嗯 嗯 因為我可以繼續玩上去 到我們這麼大 譬如過了十七歲 就可以開始做領導 不如說回你自己 你自己其實 你自己其實 是否由Sprunk 開始做起的呢 我其實是十二歲 在香港移民過來的 那我在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是女童軍 那我媽媽帶我過來之後 她就覺得 你加拿大也沒什麼做 比較清閒一點 因為香港功課比較忙 而過來加拿大就沒什麼做 不如你參加一下 就是Pick up 參加一下女童軍 那我就在加拿大大陸 拍她開始演戲 嗯 那我已經參加了 香港輸過十五年了 嗯 嘩 看不出來 那其實又想說一下 香港的女童軍 和這個女童軍 你自己的感覺 分別在哪裡 有沒有分別 有分別 香港比較注重紀律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是粗的 就是很粗的 是 我們這裡都有 好像Emma和Taren都認識的 但是我們就比較少些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注重他們 學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接種不同的東西 希望他們可以有一個 平衡一點的發展 嗯 那一般這些 好像Emma和Taren 那樣 他們現在是 應該是 就是他們這個年紀 需要的時間 的投入是多少 就是 家長很擔心 哇 不用做功課 都去玩 其實那個時間分配是怎樣 我們每個星期 都是一個半小時的 設計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每個星期一次 那好像 譬如Emma說 他們前幾個星期 就適合去 睡覺 那些睡覺 那些睡覺 或者露營 就可能多些時間 例如一晚 或者一個星期 但我們通常是 一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 才一次 去出去的戶外活動 是啊 其實也不太需要 很多時間 那我又跟兩位小女 和Nane 聊一下 我知道看到你們 有很多 畢章 很多crash 走出來 很好 很自豪 那不如請 等一下有人跟我說 你自己 最抄的 最喜歡 是這個 這個 我們去做 一個sleepover 去style world 還有 要學很多東西 才earn到 earn到一個 做個program finish的program 才拿這個 可以拿個章 這樣 你自己總共有多少個 沒有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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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自己最喜歡的 那這些呢 那些醬 是不是你自己 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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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不瘦 你媽媽和你熟 所以它很漂亮 我看到你都吵到很多 平衡都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Ava 你呢 你自己拿了很多徽章 我看到 學了很多東西 你自己最喜歡 或者最自豪的是你的 嗯 這個 我們就用不同的照相機 然後呢 有一個人 來 告訴我們 用什麼不同的照相機 來照什麼 有什麼不同的變化 哦 所以已經很會照相了 對不對 嗯 算是吧 不錯 那其實呢 我知道呢 女同分好 男同分好 就是 賺取的徽章 是一個 挺重要的 一個李亭碑 是啊 其實這個整個運動的過程 是怎樣呢 就是他們怎樣才能拿到這些徽章呢 其實呢 每個女仔 參加女同軍 其實都會有一本女同軍手冊 嗯 他的手冊裏面 就有不同的獎章 也有一個目標 就是他要做 譬如十項的項目 他要圓定發十項項目 才可以拿到這個獎章 所以其實每一個獎章都挺難拿的 是 我們獎章都會接著他們 譬如我們會安排一些活動 安排一些嘉賓 去告訴他們 譬如Emma剛才說的 Picture GIF 她是教他們拍照 我們是特地請一個嘉賓回來 去我們的Session 拿相機 教他們真的怎樣拍照 他們真的可以學到這些 是 那其實他們是否可以自己去選擇 他們自己的興趣是甚麼 有沒有指定項目 是他們一定要做的 我們就盡量是想 各樣他們都做了 因為他們三年的program 我們三年裡面 大部份都可以完成到 是 三年的program 要拿到多少張詩叫合格 會不會避佬 我常常說什麼 避佬是不會的 不過如果他們完成的話 他們是拿到一個最後的 好像一個大獎 一個叫做 Lady Baiting Power Award 是用我們的 Founder的名字來命名的 他們是最高的樹榮 那你們剛才說 有很多不同級別 有Pounder、Rumny 他們升級 是否跟年齡 例如年齡一度 這個組別 自然會升級到那級 是的 我們盡量都是希望 因為那個program 是特地安排 是設定給那個女生 就是那個年齡的女生 所以盡量都是跟那個年齡 不如說 只要節省一年 或者早一年都可以 有些女生是 早了join 一早已經做完 可以跳班 那又沒有問題 如果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 原來是五歲 就可以參加女同學 那些小朋友 譬如七歲八歲 失去頭兩年 怕不怕呢 也沒有關係 其實對他們來說 我們的program 每一個組別都是不同的 所以譬如他七歲 或者八歲才加入 他九歲就可以去街 也不需要有些特別要 完成了 完成了 才可以去晉級 原來是這樣 挺有趣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看看 他可以將團體的客戶 可以參加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緊張回來 跟另外兩位 大小小的女同學 談談他們的活動 有什麼不同 緊張回來再見